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Master对决经济 今天我们请到的讲旗嘉宾是世界冠军汤伟星九段 汤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这盘棋呢 我们给您带来的是由古力 它直白对着Master一盘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Master黑棋 对 你这两个白反了 不过不要紧 它先下小木是吧 对 要是摆错的话 一般在前两手特别容易摆错 其实顺序记不住 它是贴起来的 对 这盘是贴起来的 它好像也有向我爬的 它没走 它没有直接走 对 这盘是这样 然后飞压一下 飞压 Master是特别喜欢下飞压的形状 对 因为它好像还是比较喜欢外面 是吧 是吧 阿飞 把其跳起来 拖 拖 拖一下针线 那你觉得这个钉是走的是正常吗 我觉得这地方 这地方怎么说 如果是我的下的话 我是觉得这个被拖了之后还是不太舒服 我觉得 就是如果像后面这样 我觉得我有可能想下这个 假如说下一步这个正是眼前的一步好奇 对吧 但是我觉得我就飞 你如果靠过来的话 那么我就算我这样顶过来 也许我想这么下 也许我是想这么下 但是它谷歌反正它就觉得好像跳了一个大局一点 然后当时被拖一个 反正我总是觉得这地方被拖一个时空损失有点大 反正我这地方我是觉得稍微有点不太爽 反正 它掰一个也是想争先手的一个棋 但是我觉得这手棋虽然想争先手 但这手棋是不是时空损失还是有点大 要不咱立一个算 立一个是不是后手 立一个后手 但是我觉得这手棋相当于你走个先手 但是如果说以后算黑的打发白的补一个 虽然说现在黑的打发白的补会补这个 但是如果说按这么算控的话 感觉还是很大的 就是它比不走是强对吧 对 它比不走要强 好 现在鼓励正个先手是想要点在这边 这个看起来位置还是很诱人的 对 这个点好像很诱人 但以前这种压的话 一般来讲老师是要骂的 所以你这个压太俗了 Master经常吓一些 我们当时觉得会被老师骂了气 但是实际上 其实它压完之后挺有道理的 有的时候你就仔细想一想它的一些气 它就损一点了 Master它对这个局面的判断什么都还是很厉害的 其实谷歌这个棋后面是延遮了一会儿 其实我也是看过这盘棋的 这盘棋的话 实际上我觉得谷歌这棋全盘 就是后面被动的原因 就是看这个地方不知道算不算被动 当然我觉得这地方其实也还好 我觉得不重要 我觉得这个时候 当然我觉得它应该冲这个 你觉得它压有点缓是吗 对 我觉得压一个之后 后面这整个局部的战斗 全部被黑棋给 就是说全部都被黑棋占据主动权 冲这个 如果说你是退的话 我首先我就不说我冲完 有没有断先好像断不了 我就再走这个 这样的话你这个形状 我冲到一下 这形状就和实战相比大有不同 那么如果说你挡这个的话 那么我就是一个断 断完之后这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这 我觉得黑的可能是要退 我觉得黑的挡一个黑的不太行 我觉得谷歌反正这个局部一下完之后 这其实虽然说差的不多吧 但是整盘其实都被动了 如果你走这个 就像这样我就去吃 这样的话我觉得黑的 黑的其实就没什么好了 这地方吃的很有限 这地方我冲的时候 你其实还顶都顶不得 我还不说我先有可能是病一个 让你拐这种先交换的气 我就先不说 比如说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比如说我可能是病一个 你得走一个吧 不管你走什么 你得走然后我再尝 所以说你觉得鼓励还是错试这么一个 算是战机是吧 对如果这样下的话 我觉得可能黑的会退 但是退的话就是白的再拐一些 形状就比实战要好很多了 实战白气是压在这 然后被黑气尝过来 黑的没走那个吗 黑的跳到这 然后白气是拐了一下 对拐这个 然后黑气打上面 现在黑的就不会去核这个了 打白气提 黑气脱脚 白气拐出来 下去 对 这样的话白气又冲了一下 白气冲这个 对 然后再冲上面 这样的话这个局部基本就定型了 对这样的话就定型了 你觉得这个白气还不算满意对吧 白气肯定不算满意 因为它是被吸气被拖到了 只要是我是先冲掉一下的话 你再拖我的时候我就可能冲这个 冲完之后我可能就 我就可能断你一下 这个地方我就先不走 你要吃这样的话 我这样再冲了 我就打冲这个 但是现在它是跳这个的 跳这个的形状的话 像这个样子 你要拖的时候 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冲的话 别人这地方就和这样和这样相比 别人就轻很多了 别人轻很多 别人可以先抱吃一个 你这地方 你搬什么的 这地方别人还能 这地方还有各种各样的借用 比如说别人就靠一个 你挡住 别人再加一个 这两个差的有点远 所以说这块鼓励下的也算是一问手 对 所以说这地方被人家一揪住 感觉这棋 怎么说呢 黑的这地方走的 走完之后 这白的整块棋还没 还没活 还没活 对 黑的这空都捞了很多 这地方你就是拐一个它的力 最多 而且你拐着 你还不见 你拐不到现在 好 现在白棋是沾这 黑棋 在这 消除 尖 对 白的也尖 尖 可以起飞 这就是Master在弓 白棋这一块棋了吧 对 尖 对 那这个攻击 你觉得它算是横吗 还是正常 正常 这块棋其实不是很好弓 不好弓 对 这块棋不好弓 它就缓弓而已 但我们如果攻击这种棋的话 有可能会有点落空 但是它好像反正 要去冲了一下 就走的就是比较 东西都能走到 这地方度过 岩岛 竟不棋回去 它对自己的后保 它也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好像黑棋攻击 就是获得了这块后市对吧 对 也没有获得太多的木树 其实 对 像我弓到这 其实白棋可以拖鲜 黑的还等于落个后手 对 是 白棋是拖鲜了 如果是看到我们的话 就觉得这一通空可能 落个后手不太满意 但是好像觉得 你就算走个先手 因为我全力举得后了 你就算走个先手 你其实也走不到什么 有价值的东西 比如说你拆个二 拆二 我现在就这样走完之后 你也反弃不了我 反弃不了我 再把这个飞 对 你这棋 你这地方好像也没什么东西 白棋 白棋 在这 黑吧 对 这一串下来的话 其实黑棋 目前还没看出来它发挥多么大的功能 是吧 对 但是这块棋 白棋不是说还是被牵制住的吗 嗯 白棋 还没完全活进 白棋点这边 其实你可以看 这个时候虽然说 黑的好像攻一圈 当然其实除了这个也没什么大用 那实际上 这个时候空上来的话 白棋其实已经 白的也没差多少 但是呢 这白棋肯定 现在不太好 这一串 黑的有史莱姆齐 然后 白棋的空 白棋的空 全部加起来就二蓝木齐嘛 这一串史莱姆齐 也是不太赶 但实际上 真要爬过 真要爬过 我想想 如果真要爬过 黑的会怎么下 黑的可能就比较简单吧 我觉得 其实也不能说不赶 这个不赶可能是形容的有点问题 但是就是这样子 黑的就不住了 你这边补活 其实这边补的活 这个还说不清 这不见了能补的活 这不见了补活 这边是什么情况 搞不清 然后黑的这地方 再一跳 这两边 没有空 全部都没有空 你这边飞 我就尖 这样的话 都有苦活 我中间又有外事 我到时候在这边 再这么一尖 白的空就不太够了 所以说现在 其实这个白棋已经不太够了 对 白棋现在不太够了 对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这盘棋主要是 除了这个地方 你觉得它失去了一个战绩 那白棋这个落后 还是落后在哪呢 我觉得落后 其实走完之后 我觉得它就有点落后 然后黑的这个攻击 就是把这个局面 都给处理得特别简明 走完之后落后 因为它空上 它没得到什么东西 然后这地方 又白了多一块姑旗 实际上当初它跳这个 但实际上实际上走外面 这个这边空也损了 然后这边 最后也没得什么好处 然后最后这个局面 自己又不回去了 这地方对 又拐了一个 所以其实白棋的笑牛 走的是比较低的 比较低 我觉得既然要走这个的话 这边的攻击就应该是硬一点 但它实际上走的感觉 是属于在防守 我就觉得 如果你其他在防守 他不如走这个 如果走这个的话 我觉得地方就是要对攻 这个地方就是拖的话 因为拖完之后 它是个后手 所以说这地方 我不能让你先占便宜 我就要跟你反击 实际上这边又拖到了 这边又把白棋的底下 跟给搜到了 我觉得这棋走完之后不太好 也就是说白棋一开始的意愿 到最后都没有贯彻执行 然后都被黑棋给打乱了 整盘棋都被黑棋给调动了 这个整盘棋的走向 好 那基本上 这盘棋就是你说的 压可能失去一个战机 然后再是就这个地方 有点子孝问题 对吧 对 就是它本身跳出来 是想要外面 但是实际上 被黑棋拖了搜刮了里面之后 这外面也没走到 对 所以就落空 导致前盘这个就已经落后了 后面像这种地方就拼了 这种地方拼 其实后面也没拼到什么东西 对 那我们这后面就是 也不再继续给大家摆了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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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